2012年折教伊朗 在13年的亚锦赛 打出了可以说是震动中国篮坛的一场比赛 带领伊朗队70比51 可以说是狂胜中国队 所以他对亚洲篮球还是相当相当的了解 包括此前也是在江苏肯地亚队是折教过 好了比赛开始 一切我们就要看场上的发挥了 回场比赛 继续由郭川亮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述 江苏肯地亚这边其实 第一球就被断了 直接上 哨子响的略微慢了一点 这个球直接断球一条龙 熊飞好像有点不太满意 因为他在高位控球转身 一直等待有队友上来 结果上来的是一个对手 冯义峰这球突破了最后再上一条楼 因为他有高度优势 他速度冲起来 所以直接冲着篮筐去就行了 看来肌肉有点疲劳 拔罐肩膀这个位置有点劳损 拔了不少 看今天能不能借着这个把管 打通人多二脉 恒义峰本赛季逞军9分 他的三分球命中率44.4 这点的统计还是蛮可观的 想掉内线 但是这个球实在有点看不起万圣伟 人家绕前防守 到篮下 没劲 飘着头 很多江苏肯定爱的球迷也说了 是洪飞就是我们的库里 他的三分球其实精度还算是比较可以的 但是因为身高 现在有点就是面对对方高大的队员 有点吃力 这球出键 走步 走步在先 春思瑶前面一次篮下没攻进 这次又转身 转到脚步有点拖 运进去又犯规 这还真被我们说中了 现在都讲究大数据 数据还真不会骗人 前面我说了 同期的犯规20.9次 是场军犯规数全联盟第一多的球队 所以看起来这才打了两分钟不到 已经想了好多次哨了 周飞吸引西热打掩护 打掩护打打拆 其实这个是江苏 他的一个进攻的支柱 说霸气点 他们基本上所有的有效的进攻套路 都是通过掩护打出来的 这边连续响哨 黄熙犯规 不过说到底今天 同期面对的对方是全滑斑出展 看看到第一位了 去找 顶力量确实有优势 万胜伟虽然只有2米01 他跟吴冠西报名身高一样 但看起来其实吴冠西还是更高一些 也有可能是因为万胜伟长得比较敦实 所以海拔上面体现不出来 他这个力量确实吴冠西有点顶不住 不是很成功的领图 但塞得很漂亮 好球 关键你还得会跑 你还得积极主动 怎么说万胜伟也曾经是拿过总冠军的人 还是往里掉 你这么看确实会感觉吴冠西高度上 他不止2米01 总之比万胜伟要高 但是力量上你看 他这球虽然拿到了 但转身的时候 被对面这堵后墙给一顶 已经失去重心了 对抗不足 战外线改突破 这球有点不敢上 投三分球 篮板 没人管 标一个 这么放弃洪飞 可不能 三分球这个赛季38.1的命中率 5.12分 这边来一个 没有 篮板 洪飞顶得不错 虽然矮 但是他位置卡住 好的反击 这是江苏队比较喜欢的节奏 其实力量还是蛮有经验的 不跟你打快 听没有走两个底线去掩护 还是拉到上线 再打到低位 看起来 这应该没受伤吧 洪荣奇应该是觉得自己又犯规了 所以 不太不太满意 看得出来这几分钟的打法 两队不是不太一样 一个是 江苏肯迪亚队 他们是注重 从上线发动挡拆进攻 然后我们外围有机会就投 然后南京同心受光了 他们则是更多的会寻求去低位进行单打 你看万胜伟又来了 还是低位单打为主 再转 再转 但最后他起不来 他在看裁判觉得有没有犯规 高速的回防 这球漂亮 突然间一个突破变相啊 起步的这一下还是非常快的 我们看看 哎就这突然这一下 老将吸热 现在脚一点追不上 打了一个2加1 暂停 我不会投完 往下收一点 往来下去 开会的时候 你什么事 你不是玩得像一个团队 每个人都想打 1打 1 against 1 quick shot 1 against 1 quick quick 1 against 1 這就是 船 船往对侧船 往对侧船了 然后退防的时候 反击的时候队上人 队上人 他们就是这么打球 好 让我们一同再回到比赛当中来 两分一次抢断 还在跟裁判讨论 刚才他的篮下转来转去那个陀螺转 对方有没有犯规 也欢迎各位呢 关注并且下载咪咕视频APP 全新的黑科技5G云观众加云包箱 在咪咕视频APP独家上线 助全国球迷唱响观赛乐趣 通过云观众功能和比赛现场连线 抢占现场大拼席位 与全国各地球迷相聚现场为你的主队加油助围 用户也可以创建5G云包箱 与好友观赛看球 两不 罚众之后11比3 南京同系周光到现在还只拿了3分而已 大胜还没有发威啊 打不进去 换身为赛道第一位 今天的策略比较明确 用他这点先来早 假动作转出来 崇斯瑶高炮台3分命中 好的 这球也因为时间快到了啊 所以你必须坚决的出手 反倒是逼出来一个空心的 崇斯瑶 作为2米07的大个儿 他有一手3分球 这个赛季39.1的命中力 哎 又空了 狼板 再投吗 好的 这一球确实很敢传 而且传得很妙 万胜伟啊就是去 利用他的低位去消耗对方 压缩对方的防守 两个另线一内一外 挺喘的 这边已经形成了突破了 又来一个 不能让黄荣奇打得那么的轻松 这两次他直接杀上篮下 一次是希尔利将脚底不够快 这一次又是对方发球之后 其实你看啊 哎 这完全就是注意力不集中 该跟的没跟上 又打2加1 庞荣奇本赛季场均13分 他前面有一场比赛 因为受伤 只打了第一节 差不多8分钟吧 就没有再出场 所以他现在是全队第二得分手 吴冠西13.7分比他多一点 还第一 哎呀 直接失误 这边也要失误 我我我 失误数啊 南京同西周光 本赛季场均20.9次 高局联盟第一 对手13点 17.3次 还你 哇 这阵大家失误来失误去 哈 这阵大家 对手13点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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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来 对手 有些 对手 对手 高14比6的比分 南京這邊只有33的命中率 這球也是很危險 被蓋了 時間快要沒了 打這麼三分 這陣子都給B才能出來 極限挑戰 各個球都是 還是上線擋拆 要被斷 斷得很漂亮 折接上 剛剛換上來的楊浩哲 馬上就形成一次斷球的反擊 上空籃 11比14 過去了 劉宇軒前面有一次45度角 命中3分 但這個球投的沒有防守人 其實 這個被蓋了 實在是無奈之下的出手 趙天翼本來好像這個點他也不想攻 但是突然間前面沒人了 動作很標準 但起來都太慢了 進攻只剩9秒 這一刀是要吹 身後犯規嗎 你看 這兩次實在是前面也有一次 被斷球直接打反擊 這開場第一個球 太隨意 或者說注意力不集中 又丟 直接3分了 這3分投的也是 習尔在旁邊看來是提醒自己的年輕隊友 慢一點 沒必要這麼投 轉圈了 雙方的節奏 快的時候大家一起快 亂的時候大家一起亂 老萬又來了 前面這接近半截球 他大概休息了兩分鐘吧 確實蠻累的 這邊我就上吳冠西 這兩個人今天看來是對場 大家都換人調整一下體能 好球 成為兩個三分了 成為兩個三分了 能不能出得來 拉拉扯扯 這邊順心 看看 這個球打對方一個出其不易 所以 還是得一些細節的戰術方面 要更加的推敲一些 雕琢一些 江蘇肯蒂亞這邊 確實是圍繞著 擋拆進攻來發動全隊的整個進攻 其實史洪菲跟吳冠西 兩個人在場上的話 他們倆是非常有默契的 他們倆打擋拆進攻也是 應該是最有效率的一個組合 今天倒還沒怎麼直接出現兩個人的連線 來 突進來 再分 撞到牆上了 這波兩個人突的時候繞的半徑都挺大的 看啊 這樣中心壓得很低 手遞手 萬聖偉確實犯規了 你雖然身體是直的 但是你是起跳贏上來的 這場比賽因為兩隊的成績都不是很好 所以這個賽前大家都說了 這個同城得比 但是實際上是那什麼護著 肯定從關注度上我覺得 比同時間開始的山東跟遼寧的這場比賽 肯定的關注度會低一些 但我相信有很多江蘇的球迷 會關注到這兩支球隊在今天得比的表現 交低位還是沒給好 萬聖偉要的其實他的這個位置 更主要的重心在自己的右手這一側 這半側但是給到了靠後了一些 他不好拿 你看啊 其實這球呢對方也沒高度 你還是掉的有些靠後了 不管你是基地還是給上面對吧 老萬蠻累的 今天一共有這輪六場比賽 在早上進行了兩場 青島是97比94 擊敗了廣州 天津99比91 擊敗了吉林 所以天津現在也贏球了 一勝八賦倒數第二 就勝福建隊 一個0-8的球隊 一勝難球 排在聯盟點 那遼寧呢 今天跟這個山東的對決 不知道是不是會延續自己的不敗 目前8勝0负 排第二 浙江隊太猛了 9勝0负排第一 我們看啊 反擊來了 又換左手 勁力將你看啊 逼得很漂亮 那最後裁判吹了犯規 你注意一點 他可能他 張西蘭 希爾一江現在就是說 我突破前半城這些還有 但到了我最後騰空了 包括去完成終結的那一下 確實身體機能已經沒有以前那麼棒 最後差那麼的意思 但是你看他的意識非常好 就是我沒打中 球下來之後對方拿到了 我第一時間跟隊友正好形成兩個人夹击 破壞你 運球也罷 或者說傳球推進 甚至我能把球斷下來 或者造成你的失誤 希爾一江來到新的球隊 他確實也是 也很拼 也希望把這種老將的經驗 帶給球隊 我知道這支南京同西周光 這個賽季報名了21名球員 只有4個人是上個賽季在隊裡的球員 其他17個全是新的 所以等於是推倒重建 另外真的也很需要希爾一江這種老將的經驗 來了 就進不了 今天看這樣子要變成犯規大戰跟打鐵大戰 還有罰球大戰 這輪比賽 除了江蘇同西這兩場對決之外 另外山東跟遼寧是在下午 然後北控跟新疆 以及上海和廣沙的對決 將會是在晚上來進行 分數確實上不去 19比16 打裡 就變成單挑了 實在空間太小 收起來並不是很流畅 其實有些盲目 斷得不錯 斷得不錯 你怎么说呢 这球是真的断得不错 然后又拼过来 犯规 难不难看李楠的眉头就知道了 许萌军一犯规就下来 李楠在场边可以算得上是比较温柔了 也没怎么听到他对队员大吼大叫 或者说骂得非常凶那种 行 南京同系昼光得分全靠罚球 已经罚了10个罚中8分 这球夹得漂亮 再造失误并且对方又犯规 李楠鹏 团队氛围还不错 立功之后大家都上来 李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江苏那边是十次 还是罚球 这分罚中就反超了 不能说啊打平 看这个突破 哨子又响了 黄奇打突破蛮有特点 比较敢突的一名队员 这比赛真的挺难的啊 观众看球也要有耐心 会被切得比较碎 有时候 比赛就是这个样子 你碰到看什么类型的球队 打什么样的球 你要像 比如说碰到像福建这种 对吧 不怎么防守的球队 那你跟他打对攻 你可以打得很热闹 很好看 但你不一定能赢他 但你如果说 把他的这个进攻 切碎了之后 用防守限制他 他也赢不了你 但是我们看 今天两支球队 至少就 有点把这种 得比战的味道 给打出来了 又吸热 外线有机会 来了 好球啊 这一次 就是一次成功的团队进攻 刘萌萌今天 他人气还是挺高的啊 队友都为他鼓掌叫 这个赛季逞军6分 突破到篮下 选择的擦板好球 都得敢打 两支球队 都有很多年轻队员 这球打板近三分的 领先了 领先了 这个有点运气成分 但是我们刚才说 你得敢打 你不敢这么出手 可能会没有 差点要断 石鸿飞反倒是 出现了机会 盘出界外 石鸿飞今天几次了 他站在湖顶王 左右两侧横传 太危险了 这球好 从跑动接球 你看连续出机会 连着两个三分 点赞 记得点赞 给T5G说的 这两个三分打出点气势 对 再来 老万的陀螺转 分到外线 右头顶着防守人 再进 来了来了 手感来了打风了 连续三次啊 连续三个三分 又来 差一点输啊 今天准备好像 刚才四几个队友 都没什么感觉啊 没默契 不来点 头了 现在拉开了有六分 哎呦我这球 有点悬呢 陈浩哲 再打一圈 自己拿球都要丢 看着都揪心 上来一个抛射 进 三个三分加两分 这一下砍了就有11分了 这球其实有点危险 对双方来说都挺危险 就怕踩起来 黄奇的突破确实很犀利啊 看看 突破加转身 哎呀这下 哦这不是 这刚才是 李鸿鹏的一个助攻啊 让队友乔文汉打尽 但是一样啊 李外里 他投三分球加助攻啊 为全队贡献了11分 第一节几乎是最后一攻了 因为打完应该也不会留给对手什么时间了 甩出来 三分球 没进 0.8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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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球全了 0.8秒给同系的话 西日立江说我很熟悉 上一次我们赢广州就是靠我 0.8秒 30比23 没了没了没了 看来是没有真正的执行到场边的要求 好 首阶比赛打完凭借着一波三分雨啊 李鸿鹏突然出现啊 鞋子里杀出的个人表现 帮助球队取得领先 连中三元 休息一下 咱们稍后来看第二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听见